113年全田井花蓮縣代表對田徑選拔賽及國中小田徑錦標賽 27日在縣立田徑場舉行 來自全縣國小組和國中組 有417位選手參賽 要爭取第一名代表花蓮縣參加全國的競賽 113年全田井花蓮縣代表田徑選拔賽及國小田徑錦標賽 27日、28日兩天在德西運動公園田徑場舉行 代表縣長徐宗慧出席的縣府北區服務中心副主任林潘忠誠向選手們致意 而來自縣期內國中國小的田徑選手們前去一堂來爭取水果榮耀 所有的裁判及所有的教練的一些指導之下 今天未來我們所有的訓練都能夠非常的順利 我們花蓮有非常好的國際級的一個很多 關於我們賽事領域的一些場地 相信我們有這麼好的場地 這麼好的教練一定能夠培育出更多我們花蓮人很好的選手 希望大家能夠朝所有已經有達到目標 甚至有更高標的一些選手作為你的志向的目標 一一的去做訓練 一一的去進步 我相信未來在座的人都會是很好的國手 也感謝我們在場的所有的教練及老師 還有我們所有的裁判 讓我們這一次的選拔以及比賽能夠順利 現在選手表示花蓮縣是體育的故鄉 擁有許多優秀的體育選手 近年來花蓮縣會舉辦全中運、全民運 都是由花蓮縣來主辦 也匯集了現役的各地優秀選手來競賽 希望透過一年一度的錦標賽 來培養選手們能夠成為未來的國手 記得將愛華塞為了